你會做一些投資去獲募賬 都會的 例如做一些定期 可能回報高一點的 買一些股票 如果前一陣子就有些虧了 因為經濟不太好 暫時我們沒有 這班是辦銀行嗎 是的 我覺得可以了 超市的東西都貴了 米 當米也10% 貴了 可能之前疫情很難不運下來 所以就貴了 加一點 但我覺得都還不到合理正常 我不知道 很少的增加 可能是2% 是嗎 食物貨方面肯定去到2-30% 沒有留意 其實是1.7% 政府推出了綠色債券 有聽過嗎 有沒有抽嗎 沒有 我沒有抽 我聽過有些老人家比較適合 想抽 不過還在想想 不過其實就是截止做 有抽的 有抽的 最後中不中 沒有留意 沒有 很低的就好像多了 好像說最少有2% 其實是2.5% 2.5% 好像之前的債券 好像是2% 差不多 2% 對 感覺上至少有2% 2.5% 都好過 因為其他投資產品都 現在就這樣看 跌得都比較厲害 現在就不太吸引 因為現在其他貨幣又在升 那些股值可能更好 你買這個綠色債券 還有那個轉售會比較麻煩 會不會 可能因為它一手一手 或者是有個年期 如果我可以選擇 我不會買 OK 穩陣些股 都會有這樣的回報 你覺得收益不太吸引 是嗎 穩陣穩陣 但是就不太吸引 你猜這個名字 為什麼要叫綠色 不知道 可能會比較 綠色一點 現在比較流行環保 我只會這樣想 它聲音是很 自己的朋友 收益會 要投入去 綠色的環保 沒錯 你覺得這件事 有沒有幫助 做綠色產業的企業 不知道 不知道 看看它能幫到多少 可能是一個Gimmick 非常好 對 都支持這個方向 又不可以說是無用 但是覺得像一個Gimmick 挺好的 我覺得雷聲大雨聲 那個回報很小 搞到有頭目尾 很多事都是講完 貼花龍鳳 最終都是不了了之 它推環保給民眾之餘 其實它可能政府報自己 應該要做得更加多 或者叫一些人 可能一些 衣服 用完之後 可能是不要的 都捐給別人 做多一點點 推廣 我覺得最好 它的回收 好像別人 外國分類 多些 多些政府 資金支持 普通 中小企 基本上是看利潤 但政府是看長卷 不是看回報 做得更好 做得更好 可能有 不一定是 由債券 或者本身有一個儲備 可以撥去這個方面 讓人 對環境改善 可能會比較好 因為始終 雖然這是一個大眾的責任 但我覺得 政府方面都要比較多些 去落力 我想大家現在戴口罩 已經不是一件環保的事 希望 盡快不用戴口罩 好了